他们在历史中追问现实 在苦难中鼓舞生命的启航 追问作家的心灵 在现时代的记忆 十集系列片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姚雪云 周克勤 陆瑶 十子剑 为了创作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1982年到1988年这六年间 陆瑶平静而又紧张地 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从劳动人民身上 学到一种宝贵的品质 那就是不管有无收获 或收获大小 从不中断土地上汗流浃背的辛劳 即使后来颗粒无收 也不后悔自己付出的劳动 我相信这样一句名言 人可以亏人 土地不会亏人 墙上那张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 情绪在猛烈的高涨 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 某些未来篇章中含糊不清的地方 在此间不断地被打通 情节 细节 人物 呼啸着 向笔下聚拢 笔赶不上手 手赶不上心 自认为最精彩的地方 自写得连自己都难以辨认 眼睛顾不上阅读窗外的风光 只盯着霜水村 诗歌节 圆溪城 只盯着熙熙攘攘的人物 和他们的喜怒哀乐 分不清 身处陈家山 还是霜水村 地球两个来 对黄哥两个警察自己行 就是一个 山口和 天奥 两个 两个 行灵来 进行一步 焦虑 下雪的天 和下雪的天 这两个天 其实是他 最爱的 为什么 他常常回答 就是 外面一起都是干净的 对雨 对雪 我永远有一种 说不清 道不明的情愫 雨天 雪天 常有一种 莫名的幸福感 我最爱 在这样的日子里工作 灵感 失忆 和创造的活力 能尽情 喷涌 童年和少年时期 每当下雨或下雪 我都激动不安 经常要在雨天雪地里 衣无遮拦 漫无目的的游逛 感受被雨雪 沐浴的快乐 我永远记着 那个遥远的 大雪纷飞的夜晚 我有生第一次 用颤抖的手 握住我初恋时 女朋友的手 那美好的感受 至今能出 我曾和我的女友 穿着厚厚的冬装 在雨雪弥漫的山野 手拉着手 不停地走啊 走 并仰起头 让雨点雪花 落入我们嘴中 浸入我们的肺腑 愿窗外这雨雪 构成的涂花 在心中永存 愿这天籁之声 永远陪伴我的孤独 雨雪中 我感受到整个宇宙 就是慈祥仁爱的父母 抚慰我躁动不安的心灵 岂是我走出迷津 去寻找生活和艺术 从未涉足过的心境去 不知哪一天起 晚饭后 增加了一项新活动 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 暮色苍茫中 从矿医院走出来 沿着小溪边的土路 逆流而上 向一条山沟走去 走到一块巨型岩石前 立刻掉过头 再顺原路返回来 这样的时候 这样的地方 不必装强做事 完全可以放浪无形 随心所欲 大部分时间里 我都是一路高歌而行 并且手舞足蹈 路遥在路上唱明歌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上河里的雅子 下河里的鹅 对说 尤其是唱到那个 爽山山的门来 淡山山的开 叫一声格格 一快回来 这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种情歌 歌曲的一种感受 把一堆连人的那种修缺心理 极缺心理 表现得如此省动和感人 只有善被这块头地上 才能参省如此感人 如此真实 如此真切的民口 费路遥在这样一种 原省开的 较为自由的 心灵自由的这种文化 黄土文化中生存 对于他的心力 和艺术创造的 那个浪漫和仗力 应该是一个 闲潜性的 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这是我后来历界到底 写作中最受折磨的 也许是孤独 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 为了不受干扰的工作 常常要逃避世俗的热闹 可一旦长期陷入孤静 又感到痛苦 又感到难以忍受 我喜欢孤独 但我也惧怕孤独 孤独常常叫人感到 无以名状的忧伤 而这忧伤 有时又是很美丽的 现在趋指算算 已经一个人 在这深山老林里 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 多少天里 没和一个人 说过一句话 白天黑夜 一个人孤零零地 待在这间房子里 作伴的 只有一只老鼠 黑暗中 我两眼发热 这就是生活 你既然选择了 一条艰难的道路 就得舍弃 人世间的许多美好 常常地 吐出一声叹息 重新坐回桌前 回到那一群 虚构的男女之间 在这样的时候 你描绘他们的悲欢离合 就如同一切 都是你自己 切身的体验和感受 你会留着心酸的 或者是幸福的泪水 讲述他们的故事 不 在你看来 这已不是故事 而是生活本身 有时候夜半更深 突然从远处 传来一声火车的鸣叫 便忍不住停下笔 陷入到某种遐想之中 这充满激情的声音 似乎是一种召唤 你会想到朋友和亲人 从远方感来和你相会 以及乐台上的 那揪心的期盼 与久别重逢的惊喜 路亚康瓦的家 是一个 他康瓦的那种翁血 照不是说和他们翁血上对话 就很翁难的 由于上问号 由于被热察 能理解他这个刹着 尽管他都不懂 但是说他这种劳动 他从来认为他的这种劳动 很有父亲的劳动 没有俩样 从个出去劳动去了 那回来就应该有万贩口 我觉得他对家的这种要求 很低的 他都不愿意找一个欧学家 自同道横着 横着横着去讨留欧学 不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家 但他没有达到 凌晨从工作间出来 累得弯腰勾背 穿过一片黑暗 向家属楼走去 嘴里不由地发出一声声疲劳的叹息 有时候立在寂静无声的院子里 感到十分凄凉 想想 过两个小时 天就大亮 到处一片沸腾 人们将开始新的一天 而我就会拉起窗帘 陷入死一般的沉睡中 是的 我已经完全脱离了 正常人的生活规律 感觉一直处在黑暗之中 我渴望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 尽管黑内 但是他每次写出这个稿子来 搁桌上 搁在桌子上 要手压一压 哎呀 拿车子凉一凉 哎呀 又三公分了 又四公分了 每天每天的 多加厚度 他很欣慰 一个下午在那聊天 就是陆瑶觉得他的名字 一直不太满意 我记得当时 聊天已经完了 他准备要收摊了 子叶一会儿来聊天 子叶又灵气一动 说那你干脆 叫平凡世界得了 叫平凡世界挺好的 老一听 马上是觉得太好了 我就要这个名字 第一步 全部完稿了 暂时把桌面 完全清扫干净 只留下二十本稿纸 放在那里 静静地抽了一个下午纸烟 不停地喝了许多杯咖啡 只有这个时候 才完全离开作品 可以想想别的事了 我是想 应该用一整天时间 去买几身衣服 买点像样的生活用品 把自己打扮一下 一年多来 一切生活 都是凑合着过 连在换洗的衬衣 都没时间去买 并不是完全轻松地下来 没有 远远没有 更严峻的问题 就横在面前 这个时候担心 政府 他的担心 已经被证实了 过去发表过 他的作品的一些刊物 把这部作品一看以后 都是一些大刊物 有影响的刊物 纷纷都给他退稿了 觉得 第一个篇幅太长 我们怎么发 三十多万字 三十三万字 第二个 和他想象当中的 路遥应该拿出来的东西 不一样 辗转了几个编辑部 最后 由谢旺欣主编的广东花城杂志 表示愿意 给路遥 发表了 我至今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 感谢当时花城杂志的副主编 谢旺欣先生 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 李金玉女士 他们用热情而慷慨的手 接过了这本书稿 使他能及时和读者见面 在花城杂志发表以后 在北京搞了一次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 他在激动当中也有一种担忧 因为他意识到 当时文坛 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东西 不是那么青睐的 看了之后呢 我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这个当时有一个背景 什么背景呢 就是在当时 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正好是叫新观念 新方法 新思潮 这样一些东西 风起云云的时候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观念 过于传统需要更变 现实主义的东西 天然的有一种 不像过去那么尊重了 路遥的作品吧 它是一个反潮流的作品 它恰恰就是用一种严谨的 现实主义的写法去写的 大会那一天 北京多少年来 罕见的一场大风雪 整个会吧 就是对作品本身 并没有像路遥所期待的那样 给予一个一致的 或者是高度的评价 没有 第一个思想关键落伍 还是 普歌颂的普通劳动大众啊 第二个手法落伍 当时还是有一些 我国重要的批评家 给予第一部 很热情 众肯的评论 这里 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 他们是 蔡奎 朱寨 和曾振南 由于我国几位当代 重要批评家的理解 使我在冷落中 没有丧失信心 当然 从总的方面看 这部书 仍然 是被冷落的 会完了 大家听 都很沉重 都很沉重 只有我陪着洛瑶 在北京待了几天 等我们要回西安的时候 这路上 那路特别滑 轮一打天 那车几乎都要 栽到沟里边去 我当时已经紧张的 不得了一身冷汗 但是洛瑶那个时候 沉浸在一种思绪里边 做了这样子 木呆呆的 浑然不觉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对第一步的某些疑问 正是二三步 我将要解决的 我不能要求别人 耐心等待我的工作 但我要耐心准备 解决许多问题 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 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 真诚地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 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 不好的作品 即使是上帝的赞赏 也拯救不了他的命运 在我的心中 三步已是一个统一体 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 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 过分计较 他们只是就现在的第一步 发表看法而已 许多原来苦心经营 并十分满意的构建 被毫不犹豫地推倒 有些素材显然成了一堆废物 而心的空缺 需要马上补充 元旦如期地来临了 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 这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 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 作为父亲 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 感到深深的内疚 现在对你来说 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 我却远离你 感到非常伤心 不过你长大后 或许会明白 爸爸为什么要这样 没有办法 爸爸不得不承担起 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 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 更深沉的爱 远处 传来模糊的爆竹声 我用手掌开去满脸泪水 开始像往常一样 拿起了笔 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 随即开始 这次换了个地方 到黄土高原腹地中 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 正是三福天 这里的气候 却特别凉爽 我意识到 第二部对全书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体力和精神 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 似乎像一个贪婪 而没有人性的老板 在压榨他的故宫 力图挤出他身上的 最后一滴血汗 骆尔开始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后 就想造一个 十二倍龙从概革 最早的这个从事 就造到了福建 福建里面就 通过冯屋的这种降书 然后就行到了 那个时代的具体的 那种社会背景和环境 以及人们对概革的那种渴望 我当时写了这个 安康大水灾 安康城陈福记 在伯格文学杂志发的 当时也他也都看到了 他说何故我得用一下 你这两部书里边 关于城市管理 关于这个洪水的一些 损文资料方面的一些东西 你没意见吧 我说那好嘛 那用到你的这个书里边 我要跟着这个沾光嘛 在他写作的时候 他要用到你的素材 进行参照的时候 虽然是朋友 但是他对你表示一种尊重 第二部的初稿 是在精神精力 最为饱满的状态下完成的 这是一次消耗战 尤其对体力来说 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库存 自我感觉要比第一步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正当我准备修整的时候 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 让我出访西德 因此我很乐意进行这个别致的活动 西德的访问 是我大开眼界 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 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 二十多天里几乎跑了所有重要的大城市 和一些著名的小地方 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 我对所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 我竭力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寻找与我熟悉的那个世界的不同点和相同点 尤其是人性方面 在德国 他感觉到他最令他正经的 这两者 一点是西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话 这个魅俗两个家 几乎把西德就咔死 各方面咔死了 这个国家都比自己 可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啊 就这一代人 就是习生一代人的梦想爱情 来拯救这个民族 这是我他感觉到 这人蛮名字的厉害 他到德国 他突然想起说 哎呀 在这个大战上 在法兰克福城大战上 遇到爽欲天 会是个什么感动 就后来很能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他到慕尼和奥利匹克球场 看了一场剧情 他是对于走球 特别热爱的一个 就完全都是男人 一个男人要表现的那些东西 他都能给你表现出的 会这种性格 他没有很柔弱的东西 回去 当然太拧巴 也容易这 也容易这个锻炼 但是他的性格就是这种 很强硬的 这种人 一切都是这样美好 这样舒适 惬意 但我想念中国 想念黄土高原 想念我生活的 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 二十多天的访问 已足够了 我急迫地想回去 进行第二部 第二稿的工作 其心情 就像外出的妇女 听见了自己吃奶孩子的 啼哭声 是的 没有什么 比我的工作 更重要 他的生命 给现被的黄土地 联系非常紧密 你让他的孝须就有 土地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壮家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被大地 被权宗 被人民 被壮家 他充满着信仰 宗教版的信仰 被黄土地 访问结束 从北京一下飞机 听见满街早老的中国话 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 走了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 但我却更爱贫穷的中国 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 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 直至葬入他的土地 一个作家没有恋香感情是不行的 他就悬空了 对这块路要不是引了爱情那个诗吗 为什么你眼眶满含热泪 因为你爱这片土地 爱的深沉 只有把自己的眼泪 浸透到这片土地里去 你才能够深度的解读这片土地 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 开始第二步第二稿的工作 激愤与凄苦交织在一起 除过劳累 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 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 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 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按理说他应该享受生活 他的物质生活应该更好一点 但是四十恰恰相反 他依然过着一种十分清苦的生活 比如他写到半夜 写到天亮 甚至敲开廉价的门 来讨要一个蒸馍 一块干磨 喝着开水 你想想 这样一个作家 在进行着如此巨大的精神支出 但吃的是开水加蒸馍 他的身体怎么自策呢 任何困难都要踩在脚下 他就这样一种性格 他从不为难 只要他决定了的目标 再大的困难 他都要排除掉 他的写作对自己那股很劲 我们都 洛阳是 其实对写作他看着非常朴素 他看着很朴素 他说这个很劲 就是我们父辈身上的 在黄土里 桃花里那种 中张家 你也得对自己回答 你也得下苦力 也得劳动 他继续了这种方法 现在想起来吧 要遇出这样的人吧 也不 也是越来越少 对于维学这种执着 对于维学这种 现在好多作家 也都没有他那种执着 他那个快 背上线 想一眼就走了 就到一个地方 一对就对那么长时间 因为这个那个是生活困难吧 也大家都没有多少钱 他眼里讲 路上又没有想多少 是所谓的 俗诗里边说 你那个福吧 也没想到多少 终于 完全倒下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 所导致的自然结果 开始求医 看病 药越吃 病越重 非但不顶事 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 一天二十四小时 痛苦的无法入睡 有时折磨地在地上滚来滚去 而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个更大的疑惑 战行间 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这是一座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封碑 这是一部几率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 他来自粗广苍茫的陕北高原 他用短暂的一生演绎了超越苦难的世纪传奇 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 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的陆瑶